行車記錄器拍下 銀車轎車瞬間失控 撞上了分隔島護欄 還要上去 在護欄上滑行 撞斷了尾端上的標示感之後 再往前衝 偏移到外車車道去了 過程十分驚險 衝撞分隔島意外 發生在25號一早7點多 地點就在台29線高雄岐山路段 重機車友說 他們相約到東部騎車 其中一人疑似遭到轎車挑釁逼車 沒理會 沒想到轎車疑似車速過快 在測速器前失控 緊急剎車然後就失控 轎車自撞分隔島護欄 車子嚴重回損 但並未報警 事實上台29線 從高雄納馬下去到林園區 沿途經過山區彎道多 交通事故頻傳 2月初就曾傳出母子騎車雙載 在台29線大樹區撞上電線桿 造成一死一傷的慘劇 警方特別呼籲民眾 安全起見 真的得遵守交通規則 互相禮讓 以免霸生憾事 TVBS新聞宋家娟 趙莉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